大家好,这里是小林峰味的美食频道,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如何在家自制秋梨糕。 每年的冬春季节是一年中最干燥的时候,燥容易伤肺,还会使人体的免疫力减弱,加上如今的新冠肆虐,让大家更是对肺部的养护有了更深刻的体会。 在北美这边,梨的品种很多,比如这种最常见的鸭梨,它汁水丰富,梨肉雪白,味道也很可口。 这款圆滚滚的苹果梨,酸甜适中,汁水也很丰富。 这是近年来非常受大家欢迎的韩国黄金梨,它虽然皮有点厚,但它内部的结构非常细腻,也很适合做秋梨糕,就是价格有点贵。 我今天用来制作秋梨糕的秋梨是这款,它的样子虽然不是很好看,但它味道最接近北京郊区的一款小秋梨,因为梨皮随着一起煮,所以要记得撕下标签。 这是从大到小,从粗到细的三款壁子,能很好的壁除梨里的渣子。 当然你也可以用这种剔布,但是在挤梨渣的时候有点烫手,要小心。 第一步,就是把梨尽量切小,放锅里,然后加入没过梨的清水,开始煮,大火开以后,改小火慢炖。 屏幕上您看到的是秋梨糕里需要加的另外一些食材。 这些食材都很容易在中国超市里找到,不过在用之前需要处理一下,比如大枣把它剪碎,罗汉果给它敲碎,其他食材加水把它浸泡。 你现在看到的陈皮和川贝都可以在中药店很容易找到。 准备好一口干净无油的焖烧锅。 然后,把刚才泡好的各味食材都放进去。 需要提醒的是,姜最好是去皮的,因为带皮的姜含性要大一些。 加完原材料,加水将它没过,然后盖盖,焖炖。 据说,原材料的精华都在那蒸流水里,所以记着炖药汁的时候,千万不要开盖。 焖烧锅有点慢,这是五个小时以后,将药汁用一个壁子倒入里里。 过滤的药汁别扔,把它倒回锅里,加水,继续煮。 第二次药汁不用煮很久,一个小时就可以了。 看,这是煮完的药汁,依然很浓郁。 现在,我们把第二次的药汁也倒出来,放入梨汤里,让药汁和梨充分地融合。 大约又炖了半个小时左右,我们开始用筛子过滤。 我今天用的这款秋梨,吃起来味道不错,但口感有点差, 因为里面有颗粒,所以一定要用筛子从大到小,从粗到细,给它过滤一下。 然后,将过滤完的汁倒回锅里,继续煮。 当你用第二个筛子,以及第三个更细腻的小筛子, 避完梨汁之后,留下的就可以继续熬煮成很浓很黏的秋梨糕了。 看,过滤完的汤汁是不是很顺滑。 接下来,我们要密练一下川贝。 川贝很硬,要把它打成这种粉状才可以用。 通常,像川贝,珍珠,鳄椒等等,这种比较贵重的药材, 是不和其他中药一起熬的,要另外煮。 等快收高的时候,再一起混入,这样可以避免和其他药渣一起浪费。 这是我把川贝,还有蜂蜜,以及一点清水,把它混合在一起,进行熬煮。 要小火。 现在川贝汁已经熬好了。 我们在刚才的梨汁中,放入冰糖,以及熬好的川贝汁。 都加入之后,大火,大概有十分钟就可以出锅了。 记得装高方的瓶子,一定要确保清洁和无油,最好是玻璃的。 这次的原材料,我一共做了三瓶,可以够家人喝一个秋冬了。 秋梨糕,梨香芬芳,滋润可口。 因为制作讲究,过去是宫廷才专用的药膳。 直到清朝没有了,才被御医带出宫廷,在民间流传开来。 现在虽然买起来很方便,但自己制作的秋梨糕,我觉得更加货真价实。 另外,梨是寒凉的,如果您经常手脚发凉, 还是尽量少喝。 还有,血汤糕的人也不太适合。 好了,这一期的秋梨糕就跟您分享到这里。 我是小林丰卫,谢谢您的耐心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再见。 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